郭鳳儀在社交平台Facebook發表長文 表示對父母被問話、騷擾、恐嚇、有挾救之意 但也認為這是曾猜想過的代價 她相信父母從沒想過自己的女兒 有一天會成為被政府通緝的一員 她表示不知道父母這一刻 對26年前曾非常期盼到來的自己有什麼感受 但對自己而言 想對父母說聲對不起 也有感謝 雖然離家不能夠照顧兩老 但她決定還是要堅持信念 被牽連致受影響 她提到自己其實也有恐懼 在文中表示 接受自己若少 接受恐懼的存在 接受自己和恐懼共生共滅 而自己同樣接受自己需要為恐懼負責 決定如何處放恐懼 再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在接受之間 恐懼由自己所依附的龐然巨蜜 變成等候自己發落 屬於自己的部分 她又指抗爭是為了堅守每個人的自主性 需求人決定未來的自由 而這一刻可以從決定怎樣面對恐懼開始 如果大家駕馭自主權 接受具的存在 自主對抗和安放具 恐懼傾黑會失去重力 她決定駕馭恐懼 繼續掌控生命的主導權 她又勉勵散落在全球的香港人 可以一起反思自己和恐懼的交往和交易 她表示 在恐懼持續被煽動成武器的時候 我們能否決定不被恐懼奴役 能否堅執信念 堅定追求當日 信誓旦旦的八個字 而文章最後以 不悔不忘堅定幾次作結